台灣觀光局為宣揚台灣美食 去年在北美地區 整選出三位優秀的主廚 到台灣參訪八天 從南到北品嘗各式的台灣美食 並將參訪形成 拍攝成紀錄片 預計將於2月中旬 與美國的Discovery頻道播放 推廣宣傳台灣美食 三位由台灣交通部觀光局 徵選出的優秀主廚 分別來自洛杉磯 紐約 以及加拿大溫哥華 在八天的台灣美食參訪行程中 三位主廚從南到北 造訪了台灣的頂級餐廳 夜市 魚市場 客家美食 原住民美食 以及有機村等等 行程中除了品嘗台灣各式特色美食之外 也前往台灣東部著名景點 如太魯閣 羅山與池上等地 享受台灣在地食材與自然之美 其中來自南加巴扎迪娜市 Tratorya Niplus餐廳的主廚 Briant Wieger 在昨天與該餐廳舉辦的 品嘗台灣美食活動中 展示了他受到台灣之行啟發 而精心設計的台式五香烤五花肉 並大力推薦台灣的美食之旅 觀光局洛杉磯辦事處林信任主任表示 透過三位主廚台灣美食之旅 形成紀錄片 再結合後續的美國當地餐廳推廣活動 以及旅行業者推出的台灣美食之旅等 多個管道 希望可以帶動更多北美的觀光客 到台灣旅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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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